一 二 三 四 HAPPY BIRST DAY TO YOU 生日快樂! 出現完啦! 我在海外上加 為我放了煙火 這市場 OMG 現在的行程呢 就是來北福的Costco加油 加完油呢 我們就要去Sunny Band 然後呢 我們會先去買手搖 然後我們再去拿三隻蛋糕 我們就可以直接出發 前往BIREN BAY啦 兩個人出門了 馬上忘記東西 好鑰匙 會被罵 真的很黏 重點是脫 我們中間才說 我們的心態是這麼多 我們就看這兩天 我們到底還可以多雷 我們現在呢 抵達Sunny Band 我們準備先來買迷克夏 好 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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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進來了 Sunny Band 這邊有一間海鮮店 哈哈哈哈 我們就是這麼隨興耶 準備要來買這個 超大隻的迷香 到今天晚上 買四隻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終於做完我們所有的 在Sunny Band的行程了 我們要出發 在我剛剛跟一隻林伯樂的同時 我看過了 我剛剛真的是很想睡 然後睡一睡一睡一睡 我們就過了 新收了 我們現在林伯滴滴 還有38分鐘 已經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成功進來 我們今天晚上做的迷術 快抵達的時候 又突然嚇爆了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很匆忙的 把東西都拿進來 然後想說現在可以來跟你們大家 小小的ARNBAB 大概到底長 這裡 他的廚房 有熱水都有 然後也有冰箱 然後該有的都有 有咖啡啊 什麼的 其實基本的器材這裡都有 然後這邊是他的客廳 很大吧 然後也有電視 然後沙發 後面這邊 就是他的陽台了 陽台可以從那邊 連兩邊都可以 然後下面就直接看向很大的平衡 然後呢 我個人很喜歡他這個小空間 他竟然還提供你一個空間 可以掛你的衣服 然後這就是床的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廁所 廁所也是很簡單 但是很乾淨 而且他的木質地板裡面 真的是脫過喔 我們兩個拖鞋在地上走 完全不會有沙沙的感覺 然後廁所也是有點微挑高 不會有壓迫 然後很舒服 毛巾什麼都有布 我就覺得很 很適合放鬆的地方 所以很推薦大家 欸 介紹完有人開門 然後被嚇到啦 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都有一把東西 大概是太小了 然後現在的時間 大概是五點左右 那 你們期待嗎 那我晚上在晚上 我們隨便擦到東西在吃的啦 跟朋友借了這個很好的 然後還有帶 超大塊的香油 我覺得這間房子真的很不錯 是因為我們一個晚上才一百六 一個人等於八十 他雖然說不是在Biron Bay 開去Biron Bay 下山也只要十分鐘 然後晚上這裡就會很安靜 然後晚上這裡就會很安靜 很好睡 你看他有沒有在那裡 哈哈哈 你準備好了嗎 今天 耶 我們準備好了 現在想說也沒事 我們就 出來外面他的民宿這邊走走看 遇一下分多金 感覺他其實是自己原本的住家啦 對然後自己再多蓋幾棟 然後這邊就有他們的三號 二號 一號 基本上他們就五個房間 但是因為他是在一個山路上面 然後你需要很緊急的右轉 而且他的路口你也很難看得到 所以我們剛剛也是錯過了這個路口 好的我們準備好我們的晚餐了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在這個地方 看著這個美帝的山景 然後吃我們的烤肉 目前吃的鮭魚超好吃 我們現在呢剛剛吃完第一碗 在中場休息中 所以沒有很多啦 我們現在緊急狀況 第二碗要開始吃的時候 突然雨開始往裡面飄 你看飄到這裡來了 然後又好冷喔 現在呢我們時時點線我們的小羊 因為我們要幫阿 唱生日快樂歌 管得 送你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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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ία 那我們要讓我安安來祝願了 第一個願望呢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第二個願望呢 是希望 之後祝祝熟可以一切順利 好第三個 放在行李 吹蠟燭 上探 Burke W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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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那我們要來拍美照囉 看完照再見 掰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要卸妝 然後等一下要睡覺 累不累啊朋友 很累 生日快樂啊朋友 YA 大家晚安 阿拉~~ 阿拉~~~ 我覺得呢我真的是太矮了 鏡子真的太高了 我看不清楚到底有沒有血乾淨 這個都是我的金 OK 請結束 有人呢洗完臉超愛幫我 晚安 那你應該不是晚安過一次嗎 再晚安第二次 晚安 9點半啊 我們兩個都睡過頭了 我們兩個鬧鐘都沒有想 結果躺著都很跳起來 9點半了我們兩個10點退房 因為我們兩個昨天沒洗澡就睡覺了 而且我們外面很多東西都還沒收 我們現在要快去洗澡了 不好意思 掰掰 可能沒有化妝 就是洗臉上保養品 要半個小時內把所有東西都收好 請跟大家說掰掰吧 感謝我們荒謬的早晨 花了27分鐘就打扮整理 所以要洗臉了 好丟臉喔 好啦 跟他說掰掰了啦 在車上五分鐘完整 塗防曬 插睫毛膏 插口紅 我今天就打扮這樣了 等一下換個眉毛好了 因為他剛剛突然肚子很痛 他先進去上廁所 我就想說我再補個 淺淺的眉毛好了 好丟臉喔 從我們剛剛民宿的那個地方 往上開大概五分鐘 這邊其實有一個look out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步道 可以從這邊一直走走到白雲貝 你看澳洲就是很常送 好奇怪的原因 現在來到了白雲貝的地藏 我要去吃有一間很有名的可頌 這邊路邊的店就是 都超有白雲貝的風格 And Massa 這邊差不多的時候都是現狀 你看 到了是不是因為我們11點到太晚了 幾乎很多口味都賣光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他旁邊 這邊有兩間Vintage的店 我們來逛逛 這邊的路上啊街道都是挺美的 衣服店有 挺有質感的 其實我兩三年前有來過也是白雲貝 可是那時候來的感覺可能觀光客比較多 所以感覺跟之前的感覺不太一樣 雷神口碑吧 只是平日也超級多人 我們點了一杯他說的聖野咖啡 這個聖野呢 可能我不喜歡喝很酸的咖啡吧 然後他真的超爆酸的 超多人 今天真的蠻晒的喔 又很熱 但他們感覺很開心 然後我們來逛這家 他家Biren Bay cookies他們家的超級有溫的 不知道是平日沒什麼東西 就是沒什麼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買冰淇淋 我點了mango 他點了開心果 因為吃了 吃完冰淇淋 我們結束了我們的走路之領 我們現在來到了白潤貝正塔 然後你進來停車就是10塊錢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人在滑這個 超酷的耶 好美喔 這裡呢 超級漂亮 這風雖然也很大 但至少不會像昨天這麼冷 走進來是不用錢 但記得你要停在他這邊的停車場就是10塊錢 我們現在呢走到燈茶的道的最尾巴 他沒有啊 最尾巴是2塊錢 蛤?這麼遠喔 剛剛呢 他最遠的那個步道間是在這 這是不是最底的地方 超遠但是超級美的 對 鼓鼓走